我是郭怡 我是吴宇 我是中国副毕鲁抗疫医疗专家组组长 是中南大学乡亚医院 第三批国家原厄医疗队队员 是两个男孩的妈妈 我也是两个男孩的妈妈 有两个孩子 一个八岁 然后一个只有两岁多 大概有两个月 几乎都没有怎么管过他 回来的那天接我们 就在我们医院的操场 然后大家搞了仪式 就看见小儿子因为比较小 所以我就过去主动抱他 结果孩子是拒绝让我抱的 就不认识我了 然后当时那一下子很激动 然后眼泪就流出来了 第二次去毕鲁又是这样 接到任务以后 回家跟他们说 那个又要出差了 他问我毕鲁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中国 如果我们钻一个洞 从这个垂直钻过去 洞的那一边就是毕鲁 当地其实整个的医疗资源 是比较缺乏的 然后我们去到医院 一下车 就到了他们急诊科门口 急诊科门口有两个帐篷 然后我们一伸头一看 里面躺着病人 最后他们告诉我们 那么都是新冠确诊的病例 所以还是比较危险 然后我们就放换了房屋 进到病区帮他们 把这个三驱两通道的设计 还有他阳性病人的收治 包括ICU走了一圈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给了对方一些改进的一些建议 他们的N95是不够用的 但是又没有办法 又没有新的 就只能把用过的 每一个人写上名字 放在纸袋子 或者放在乐扣碗里 就是一直在重复地使用 所以我们看到 也是非常难受 然后我们因为当时去的时候 飞机是陷重的 带不了捐赠物资 我们身上只带了一些 自己用的N95 最后我们就把N95 尽量地节约 尽量控制我们的用量 然后审出来 能给的都给到的对方 那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回来以后呢 对孩子可能这件事情 所以思想上 是有很大的影响 孩子嘴上没有说 但是他在作文啊 还有练字啊 包括老师的一些询问中 他都表达了 对这种抗议这个事情的理解 所以他是比较为我骄傲的 女姐 三八部女觉大了 你有什么冤怀吗 我想让我宰着偶像没戏 送他一件球衣 祝他加油 愿望的这个视频 就是传播开了以后 不到24小时时间 就收到通知说 已经有回应了 我当时还挺激动的 当然更多的是觉得 就是自从去武汉 4月武汉以后 不但是我们对社会 对世界 然后思出了爱 其实更多的 其实也是世界在给我们 给予我们更多的爱 你也是啊 你要好好学习 鼓励练球 足球是没有国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 上个预防 保险 在这些病院 我们学习 人们在中央 可以说 它们的 币国入戏 币国入戏 人们在中国 我们需要支持 币国入戏 你们俩 都会能救援 我们去保险 币国入戏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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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国入戏 我们 我们